剛剛特別注意就是剛剛同學發生幾個狀況 大家說一下 第一個那個聚集裡面記得按編輯 這邊就 他會跳B就特別注意這個註解 前面一定要加單引號 單引號意思是說如果你 假設後面的城市這個 在城市裡面呢他只要遇到單引號 底下這個城市就不會被執行 也就是說這個實際上他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註解就是你將來想要知道說這個城市到底什麼 什麼作用 那他就可以在上面加一個敘述了 那至於這敘述到底要寫什麼內容 其實你可以 自己將來可以再多多打一些內 多打你這個底下城市不知道到底什麼作用的話 也可以再把它稍微敘述一下吧 那主要原因當然因為是你這個 這個註解不加沒關係可是問題是你 你將來如果要重新看這個城市的時候你會看不懂 那為了避免說將來你會不知道到底你當時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你可以再稍微做個記錄 不然的話一段時間 這個東西你如果不記錄 你要忘光光了 就像說你們將來 到期中考 期末考 如果考試的時候如果假設你都沒有做任何 這個紀錄的話 你該忘光光了 城市很容易忘了 那如果為了避免說你將來回頭看這個城市 你會看不懂的話 通常還是要加一些註解吧 所以像我自己的習慣也是一樣 如果我曾經寫過的城市 我會在上面稍微敘述一下 甚至的話 我 會 稍微做一些 類似像雲端這樣的說明 比如我曾經做過什麼 不然回頭看我會不知道說我當時 原來我在做這些動作 真的很容易忘記 所以像我上個會錄影有時候不是只有 錄影給你們看的有時候自己回頭看因為我曾經教過東西 難保不會忘記 所以好像有我曾經常上課比如說隔了一年又要上同樣的課程的時候 那背課非常花時間 那後來我發現有錄影真超好 我大概只要花五分鐘把我以前之前 上課的內容稍微review一下 我發現我又知道該怎麼上課 但如果我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大概又要花很多力氣 背課其實真的太花時間了 OK 所以為什麼要加註解 OK 不加可不可以 當然我會問 不加沒關係可以啦 可是問題 你就會忘記很多東西 那一樣 你將來在生活一樣 你如果不做任何紀錄可不可以過日子 一樣可以過日子 但是你就是成為一個 沒有回憶的人 OK 沒有回憶的人 跟有回憶的人 差在哪裡 OK 想說沒差 沒差沒關係 反正有沒有差 自己可以 去思考一下 OK 我是覺得 回憶是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回憶 真的很多事情感覺好像白活了 OK 這些東西 當然每個人的 想法不同 OK 那我的習慣是一定要加這個註解 OK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 再熟悉過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除了錄製 你會發現什麼事都沒做 他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但是感覺好像還不夠踏實 為什麼 因為不是我們自己寫的 所以呢 今天應該沒辦法時間來不及 我剛才想 再講一下 那下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就要開始動手寫了 不是錄的 所以下個禮拜就是VBA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要怎麼樣自己寫 這個東西 不是錄的 是寫的 然後呢 這個門號的按鈕 跟剛剛最大不一樣 你會發現 請你觀察一下上面這些 這裡 你會發現 這個按鈕按下去 他出現的是最後的結果 那我們剛剛錄製 據習 他是什麼 是輸出一個公式到儲存格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當然 一個是 丟公式到那個儲存格 他把結果告訴你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我在 我在VBA處理完之後 把結果 再輸出到 指定的儲存格 裡面 這個下一次我們會來講 最後呢 請各位 把這個檔案 另存新檔一下 那今天的話 就是記得 因為 每一次上課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在後面加個 刮糊 把它加上 今天日期 今天應該09的 24 對 把它刮糊一下 另外呢 還有一點 請特別注意 請你把那個存檔類型 乾脆直接改成 改成什麼呢 改成 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OK 那特別注意喔 請你不要選錯喔 你不要選成 活躍部喔 因為如果你選活躍部跟啟用聚集的活躍部最大差別就是 如果你沒有啟動聚集的活躍部的話 你剛剛錄製的聚集還有VBA 就 全部 消失了 那 找得回來嗎 找不回來 OK 那意思是說 你剛剛做的 等於是全部都沒有 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有沒有 然後把它存檔 也就是你們交的話就交這個檔案就可以了 OK存檔 那另外還有一點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它關閉 如果 下一次你再把它開啟的時候 它會放在這裡有沒有 它的副檔名是 XLSM 多一個M M M就Marco 其實就是聚集的意思 然後呢你打開喔 特別注意喔 你剛剛有同學遇到同樣的問題 因為他可能之前已經有錄製聚集還怎麼樣 裡面已經有聚集的話 那你將來要用他的話記得啊請你看那個上方工具列上有一個要啟用內容 一定要按下啟用內容 你才能夠 再去做程式的編輯 否則的話呢 你沒有辦法像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起用內容 這個這個關鍵字有沒有 就剛剛同學 你要安全性警告 他預設是停用喔 也就是說 預設是不讓你寫程式的喔 除非怎麼樣 你一定要按一下 這個要關閉一下 這邊要按起用內容 如果沒按的話 你後面的動作都不能做了 如果我不按對不對 你會發現 我要開發人員 然後聚集啊 你會發現沒辦法編輯 有沒有 按Visual Basic 可以切過來 但不能執行 那所以記得喔 一定要啟用內容 這個時候啟用內容沒有的話 你就把可能關標 重開一下 一定要啟用內容 才有辦法做後續的動作 那今天的話呢 請就是把這個作業繳交就可以了 畫面還給各位 哈